我每次考试都得零分 所有人都嘲笑我 包括我的父亲和妹妹 可是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 一张写满的试卷 运气再差 也不可能得零分吧 这么多年 我完美地避开所有正确答案 作文也胡写一通 费尽全力拿下那一个个零蛋 忍受着所有人的嘲笑与讽刺 配合把我亲爱的妹妹捧上神坛 目的就是看着她踏上神坛 然后再狠狠地 她很跌落啊 故事开始 高三的学习越来越紧张了 所有人都卯足了劲 绷紧了神经 犹如叙事待发的剑 只等高考那三天 全力发出 但这所欠人里没有我 我 林池 是一个次次考试 必得零分的渣渣 我的妹妹 林夏 连续三年 年年考试年级第一 她不仅考试成绩刚刚好 人也长得漂亮 是实打实的笑话 追在她身后的男生 数不胜数 她也不必担心高考 但我很好奇 她的小跟班们呢 据我所知 她们的学习 似乎只是中上游 竟然一点都不在意高考 这个极其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吗 我不理解 第一次模拟考的试卷发下来了 不出意料 我还是零分 年级到一 我的妹妹 还是年级第一 班主任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盯着我 林池啊林池 你叫我怎么说你才好 还有不到一百天就要高考了 就算是个木头 这三年了 也应该有点长进吧 我是应该夸你成绩稳定呢 还是骂你烂泥扶不上墙 你看看你妹妹 你俩不是双胞胎吗 怎么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 林池啊 你努努力吧 老师不求你能考个二本三本 上个专科也行啊 你小小年纪 进入社会该怎么立足啊 班主任走后 全班哄堂大笑 他们模仿着班主任的语气 对我语重心长 尤其是我的同桌 兼我妹妹的跟班 殷小雅 林池 你说说 有谁会觉得 你跟我们小夏是一母同胞吧 你真的不觉得丢人吗 我微笑着看着她 妹妹是年纪第一 她肯定能考去清北 我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觉得丢人呢 扑 笑死我了 你不觉得丢人 我们小夏可觉得 你丢死人了 就是就是 林池 你能说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吗 选择判断题 完全避开正确答案 语文作文 那简直就是送分题 你竟然还能拿零分 说真的 你真的不是白痴吗 我的前桌 后桌 也都参与进来 你拿了三年的灵蛋 你父母 真的没带你去看看脑子吗 你真的不是低能儿吗 这些话对别人来说 或许很扎心 很刺耳 但对我来说 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我扭头 看向坐在第一排的 我亲爱的妹妹 她低着头看着书 一副好学生的做派 可微微倾斜的身体 却出卖了她 她看上去是在看书 其实竖着耳朵 在偷听他们对我的羞辱 我亲爱的妹妹 听到这些话 心里肯定很爽吧 我忍不住去想 当她被我从神坛几下那一刻 肯定很狼狈 很好玩吧 高三放学晚 每天下午放学的时候 校门外总是停满了 各种各样的车 来接孩子放学 我孤身一人从校门出来 一抬头就看到 停在老地方的 那辆黑色奔驰 一个身影从我身后经过 静止跑向黑色奔驰 打开车门上车 呀 林池 好巧啊 你怎么在校门口站着呀 这声音 我不用回头就知道 是林夏的跟班之一 王梅 王梅意味深长地呜了一声 原来是林叔叔来接小夏了呀 这句话的杀伤力 不得不承认 很强 黑色奔驰是我爸的 像别的家长一样 他也会来接孩子 只是他接的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林夏 至于我 他总说 我是他这一生的污点 是耻辱 奔驰的车灯闪了两下 随即飞驰而去 林驰 你做过林叔叔的奔驰吗 没有 一次都没有 林叔叔的奔驰 坐着可舒服了 林叔叔的开车技术也好 不会让人头晕 真是羡慕小夏呀 每天都能坐奔驰上下学 我曾经也羡慕过 我也想知道 坐豪车是什么感觉 可我连靠近那辆车 十米的机会都没有 王美走了 我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感到很可笑 明明他也没有人接 却能跑到我跟前阴阳怪气 真是难为他了 我抬脚正要回家 手腕却突然被人抓住 是我们班里的第二个学霸 年纪第二 唐周 唐周比我高一个头 长相帅气 是电视剧里那种 阳光少年的类型 像我这种人 跟他从来没有交集 同窗三年 一句话都没说过 对事也鲜少有知 可这三年都没有说过一句话的人 突然抓住我的手腕 是什么意思 这么晚了 你孩子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我家的车在那边 可以顺路送你一程 顺着唐周手指的方向 我看到了一辆黑色库里男 车很大 很帅 原来唐周是个富家子弟 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跟他又不熟 况且 无视现殷勤 非奸吉道 即使他是学霸 不用了 我一个人可以 谢谢 我拒绝了他 想着等等去买个煎饼果子 吃一吃 家里肯定不会给我留饭的 唐周没再追上来 我顺利买到了刘阿姨家的煎饼果子 今天我心情好 还特意让刘阿姨 多加了一块鲤鸡肉 刘阿姨心情应该也不错 给我加了一根鸡柳 免费的 感谢刘阿姨 感谢薅心情 坐了半个小时的公交 步行了十几分钟 我终于到了家 应该说是我爸爸的家 一栋两层小别墅 有前院后院 很漂亮 我亲爱的爸爸住在最大的主卧 我亲爱的妹妹拥有两个房间 一个是他的琴房 另一个就是他睡觉的卧室 而我 住在楼下的保姆间 保姆住在哪呢 他住在客卧里 是的 保姆住的都比我好 我推开门走进去 难得的 我爸竟然坐在沙发上 电视没开 没打电话 没有工作 似乎是在等我 他说 下个月 你就满十八了 下个月十三日 是我和妹妹的十八周岁生日 我爸这么说 并不是要给我们举办成人礼 而是在告诉我 你十八岁了 可以搬出去了 他曾经说过的 养我到十八岁 就算是尽了他做父亲的责任 自此以后 我不再和他有任何关系 我扬起一个大大的微笑 放心吧爸爸 下周我就去找房子 我会尽快搬出去的 回屋前 我往二楼的方向瞥了一眼 刚好看到我亲爱的妹妹 站在二楼走廊看着我 嘴角还扬着得意的笑 我们确实是双胞胎 不过是一卵双胞胎 妹妹临下长得更像妈妈 几乎完美 继承了妈妈的长相 我不是 我只有嘴巴和妈妈的像 眼睛更像爸爸 妈妈总是给予我们平等的爱 满足我们一切的愿望 尽管妹妹总是抢走我的 不管是玩具 还是衣服 我的被抢走 妈妈会训斥妹妹 妹妹哭了 爸爸就会过来哄她 然后训斥我 十年前妈妈癌症去世 葬礼上妹妹拿着拳头大的石头扔向我 她说 你长得既不像妈妈 也不像爸爸 你不是我们家的孩子 是你害死我的妈妈 你滚出我家 不得不说 妹妹的准头不错 一下子就命中我的额头 我都来不及反应 只感觉到一阵疼痛 然后有热热的液体 从额头流下来 伸手一摸 还是红色的 我害怕 我看到爸爸一把抱住妹妹 轻声安抚她 哭得上其不接下气 她看不到我吗 爸爸 我流血了呀 我是被参加葬礼的一对陌生夫妻送到医院的 阿姨一直在旁边守着我 叔叔则负责跑来跑去 包揽了挂号等一系列琐事 得知我没有大爱后 夫妻二人开车送我回了家 家里冷冷清清的 好像一个人都没有 我的卧室在二楼 就是被改成琴房的那间 我打开卧室的门 却看见林夏正坐在我的床上 房间里一片狼藉 床单 被子 衣服 鞋 能用剪刀剪得全剪了 能用刀划得全划了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林夏看到我来了 她走到我面前 举着剪刀对我恶狠狠地说 你这个骇人精 总有一天我要把你赶出我家 她从我身边走过去 拿着剪刀划过我的胳膊 她真是用了好大力气 疼得我眼泪哗哗往下掉 胳膊上的血也是 我这急忙慌地从地上拾了块衣服碎片 捂在伤口上 血很快将不调进染 我也如这无人在意的鲜血一样 被放养在角落的保姆间 可以开始了 我想可以开始行动了 还有三次模拟考试 这三次考试就是我的踏板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 24678 我刚走到教室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出来念歌词的声音 但他们真的是在念歌词吗 不是 他们在念我语文试卷的作文部分 我的作文每次都得零分 这得益于我每次都在作文区域 写上几首儿歌歌词来凑数 不过这也让我收获了语文老师无数的白眼 和数不尽的奚落 我亲爱的妹妹眼睛真好啊 我才刚走进教室 她就立刻跑过来 抓住我的胳膊 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姐姐 你别生气 我们来的时候 刚好看到你的试卷掉在地上 就帮你捡了起来 我们不是故意要看你的试卷的 试卷掉在地上 他们捡起来 不是故意看试卷 却高声念着作文区域写着的歌词 说实话 林夏的话术太拙劣 连续三年的年级第一 说谎话的水平 还不及小学生 下下 你不用替我们打掩护 我的好童桌 全安安捏着我的语文试卷走了过来 一把拦住林夏的肩膀 语气嚣张 临迟 我就明说了 是我 从你的桌框里翻出你的试卷 然后叫同学们来围观 怎么样 你要发火吗 让我们看看你发火的样子呗 我看着全安安高高昂起的头 和充满不屑的眼神 一时失笑 一直以来都像个假小子的她 大概觉得自己现在的姿态很帅气吧 可是对不起 真的好中二 好幼稚 我弯起嘴角 扬起一个自认为很有善的微笑 安安 下次再看到有人在试卷上写歌词 不要念 要唱出来 这是对歌曲的一种尊重 我从全安安手里抽出试卷 正准备回座位 手腕又一次被人抓住 这次是我亲爱的妹妹 林夏 姐姐 你 你别生气 很好 说话磕磕绊绊 眼中饱含热泪 我亲爱的妹妹啊 你不应该被局限在这小小的第一中学 只做小小的年纪第一 你应该去做演员 去争一争影后的位置 全安安推了我一把 嘴里说着所谓潇洒的话 我没理她 上前拥抱林夏 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 好妹妹 当了这么久年级第一 你很开心吧 我希望高考时 你也能拿出年级第一的水平 去拼一拼你梦想中的清北 林夏的身体明显变得僵硬 她紧张了吗 真有意思 我真心祝愿她考上清北 她怎么还紧张起来了呢 我亲爱的好妹妹 你的秘密我都知道 但你别怕 我不会揭穿你 最起码不是现在 早读课结束 我被班主任带出了学校 去到一家饮品店 她大概是要说什么重要的事 还很特意找了个墙角的位置 尽管早晨的饮品店没什么人 她为我点了橙汁 自己点了杯柠檬水 饮品上来之后 她提着椅子 咯噔咯噔凑凑到我跟前 拉住我的手 悄悄问我 小池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发力啊 啊 我承认 老班这句话把我问懵了 她责了一声 拍着我的手背 你这孩子 这现在就我们俩人 你跟我还装什么呢 我早就看出来了 咱们为什么是第一中学 是理最好的吗 对不对 多少人掏了钱都进不来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 你是以接近满分的高分 进到咱们学校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来学校后就开始考零分 就连最简单的判断题 你都能完美避开正确答案 我知道你肯定在伪装 但是天才蒙尘太久 难免会失去光辉 这段时间 我也一直在想要不要带你 做做心理疏导 但我又担心 会给你增添压力 则 可是我更担心 你会一直这样隐藏实力 毕竟高考是人生一次 重要的转折点 我也不希望 未来你想起 这件事会后悔 所以我还是决定 带你出来走走 谈谈心 开导开导你 是了 班里的那些人蠢 总被事物的表面现象迷惑 但班主任可不蠢 既然他知道我隐藏实力的事 那就代表其他老师也都知道 怪不得 这三年 在我们班任教的老师 没有一个对我吉言利色 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 众人平等 到底还是我太天真 啊 对 除了那个高二 就被调走的语文老师 老师 看下次吧 下次 你的意思是 好 我懂了 你能想明白就好 能想明白就好 班主任激动极了 我想 如果场地里没有外人 他应该会直接跳起来吧 我吃完最后一口煎饼果子 哼着哥走进家门 转身就看到 我亲爱的爸爸和妹妹 一起坐在沙发上 一个脸色阴沉 一个得意洋洋 你给我滚过来 声音好大 人好凶 我摸了下受到惊吓的耳朵 站在原地没动 怎么了爸爸 发这么大火 您忘了 家庭医生说 您的身体不好 不宜动怒 逆 你这个逆女 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天地良心 我这么说 可是为她好 怎么成了逆女呢 嗯 或许是我的语气 太过阴阳怪气 姐姐 你不要故意气爸爸了 快给爸爸道个歉吧 当才还得意洋洋的临下 此刻 已经换上一副担忧的神色 乖乖你一般 拍着爸爸的背 看上去还真挺像父慈女校那一处 道歉 道歉一般都是做错了事 才需要道歉 请问我亲爱的爸爸和妹妹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呢 林建中抬眼恶狠狠地瞪着我 那眼神不像是在看自己的女儿 倒像是在看仇人一样 你还有脸问你做错了什么 你在学校跟人起争执 你妹妹拦着你 你竟然还敢对你妹妹动手 这么多年 我就是这样教你的吗 听到这话 我一点也不惊讶 临下颠倒黑白的能力 早在十年前我就已经领教过了 还是妈妈葬礼那天 她剪碎我的衣服 划烂我的鞋子 掏出所有毛绒玩具的内脏 最后用剪刀划破我的胳膊 明明上一秒还指着我的鼻子 要把我赶出家门 下一秒就眼泪鼻涕 横流跑到爸爸跟前说我发了疯 划伤自己不说 还划伤了她 她举起手 让爸爸看她的伤口 好惨啊 是那种再不赶紧去医院 就要愈合了的伤 但爸爸生气了 她捧着林夏的手 小心翼翼 刘成河将我发配到了保姆间 后来我穿的衣服鞋子 都是林夏穿腻了的 不喜欢的 爸爸 你还真是老了 忘记了 妈妈去世前 你就偏心妹妹 妈妈去世后 你更是连正眼看我都不愿意 何来教我一说 明明我也是你的女儿 妈妈就能做到公平公正 而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妹妹 从来看不见我 可笑 妹妹说什么做什么 你都觉得是对的 是好的 到我这就不是 好像我连呼吸都是错的 我真挺想问问你的 爸爸 你真的是我的爸爸吗 逆 逆女 反了天了 林箭中气急了 抄起重的百箭 就朝我扔过来 不过可惜 她的准头不好 百箭越过我的时候 与我的距离 大概有一两米 不理解 这人心是偏的 也就算了 怎么扔东西的 准头都这么偏 我站着不动 她都瞄不准 你当姐姐的 让这妹妹怎么了 样样都不如你妹妹 你妹妹年纪第一 你年纪倒数第一 人都叫你丢光了 你怎么好意思再去学校 怎么好意思 舔着个脸考三年零分 我叹了口气 表示无奈 林下这个年纪第一 是真的蠢 考三年零分算什么呢 只要我愿意 你以为年纪第一 还会落在林下头上吗 听到这话 林箭中和林下两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一个是生气 一个却是惶恐 我猜 林下应该是想到她了 不过那又怎么样 在我回卧室的短短几步路中 我只听到林箭中 一句比一句难听的骂语 接下来这几天 不太好过 在家里 偶尔会和林箭中打个照面 每次都要听到她 毫无杀伤力的阴阳怪气 还能看到林下一个又一个的白眼 在学校 林下的小团体 对我的冷嘲热讽更甚 无非就是那几句话 我连眼皮都懒得她一下 但唐舟有点不对劲 在我被嘲讽的时候 她会怒气冲冲地吼上两句 我表示不理解 并且再一次拒绝了她 想要送我回家的请求 周六到了 我该搬出去了 我在小小的卧室里 唱着我最爱听的送别 收拾着我不怎么多的心理 林迟 你终于从这个家离开了 是我那个一心 想把我赶出去的好妹妹 林下 是啊 终于离开了 这个家 我早就不想待了 林建中是什么人 上市公司的老总 一个商人 或许在家里 林下是她最宝贝的女儿 但在外面 在面子跟前 林下还是得往旁边靠一靠 这也是这么多年 我还住在这个家的原因 我拽起行李箱往门外走 林下却挡在了卧室门口 林迟 你怎么敢大放厥词 你以为你 还是初中时候的你 随便一考 就是中考状元吗 别忘了 这三年你可是次次零分 就算你现在发力 也不可能赶得上我 呀 我的好妹妹 你居然还记得 我是当年的中考状元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 怎么呢 你怕了吗 怕 我林下怎么可能会怕你 嗯 确实是怕了 声音都变大了好几倍 震得我耳朵疼 但人家说不怕 那就不怕吧 我告诉你 林迟 我一定会以年级第一的成绩 考进清北 你就是一摊烂泥 连砖科你都考不上 我扬起微笑 拍了拍她的肩膀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我相信你 加油哦 好妹妹 然后推开她 拉着行李箱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栋小小的别墅 坐上出租车来到了我不大的宜居室 宜居室就在学校附近 距离学校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路程 我不是没钱租个好的 我只是想每天能多睡会儿 去学校也方便快捷 毕竟马上就要高考了 自身休息好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 我要是再想吃刘阿姨的煎饼果子 就要另外走上一段路了 我提着行李箱 走到家门口 正掏钥匙 隔壁的门开了 出来的是一位姐姐 肤白貌美大长腿 令人垂涎三尺 哎 妹妹 你就是新搬来的住户吧 我捏紧兜里的钥匙 朝她点了点头 我妹妹也在这租房子住 她说高三学业紧 任务重 非要从家里搬出来 租了这么个小破地方 哎 谁说都不听 妹妹 你也是上高三吧 我又点了点头 美女姐姐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里是满满的嫌弃 大概她家里挺有钱 挺瞧不上这老破小 这可太好了 妹妹 平时上下学 你俩还可以结个吧 美女姐姐的话刚说到一半 隔壁的门又开了 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一个极其熟悉的人 王梅 她称呼面前的美女姐姐为 嫂子 小梅 快来快来 这是今天刚搬来的邻居 你俩认识一下 以后上下学结个吧 学习上遇到困难 还可以相互帮忙 美女姐姐拉着王梅的手走了过来 刚开始 我对美女姐姐的妹妹还挺好奇 想着姐姐是美女 妹妹肯定也不差 但我刹车踩断了都没想到 美女姐姐的妹妹 竟然是临下的小跟班 阴阳怪气第一小能手 这不 她还没走到我面前 就开始了 这不是我们学校年纪到一吗 怎么 终于被家里赶出来了吗 美女姐姐皱了下眉 脸上的笑 一下子就消失了 或许是因为听说 我是年纪到一 正当我惋惜 可能会失去认识美女姐姐的机会时 她在王梅的脑壳上拍了一下 你这姑娘 怎么说话的 同学成绩不好 你是不是应该帮助她 王梅垮着个脸不高兴了 但她也没跟美女姐姐告 妹妹 你跟我们家小梅认识是吧 你别介意 她说话就这样 欠恰的 别往心里去呀 我跟你说 你要是学习成绩不好 就问我家小梅 她在学校里 虽然不是前几时的尖子生 但也是入过百的 你放心问她 我仰起微笑 对美女姐姐的话点头应声 对于这么和谐的一幕 有人不愿意了 王梅拽了拽美女姐姐的手 嫂子 你刚才不是说 要去给我歌送东西吗 不着急了吗 对对对 你看我这脑子 看见新邻居 就把这事给忘了 你俩聊 你俩聊 我就先走了 妹妹下次再见啊 姐姐路上小心 凌迟 就算你被家里赶出来 也不至于住这样的小破房子吧 怎么 林叔叔赶你 出来没给你钱吗 你说对了 他确实没给钱 不过王梅啊 你不是也住在这小破房子吗 我能采访你一下 是以什么心态来奚落我的吗 我跟你可不一样 王梅伸手推我 我是自愿搬出来 而你是被赶出来的 是丧家之犬 你也配跟我一样 我耸了耸肩 好吧 丧家之犬 就丧家之犬吧 那就请王大小姐让一让 丧家之犬要回家了 我推开王梅 掏出钥匙打开屋门 提起行李箱进屋 然后将王梅隔绝在了屋外 林池 你得意什么呢你 你个考零分的年纪到一 还被林家赶出来 你以后就等着 做流浪汉吧你 王梅的声音 穿透力还挺强 也有可能是这房子的隔音不好 我没搭理他 隔了一会儿就听见重重的摔门声 我就说嘛 这房子隔音不好 第二次模拟考要来了 其他课的试卷 我可以先把大题做对 不过语文试卷呢 语文试卷也先做对大题吗 就在我深思熟虑的时候 脑海里突然闪过 他们拿着我的试卷 念上面歌词的画面 对吗 先好好写的作文就挺好 除了我之外 所有人都无比紧张的氛围下 第二次模拟考开始了 每次考完放学我都能碰到王梅 他拿着一本巴掌大的书在看 一边看一边念 要么是英语 要么是公式 多用功的孩子啊 可惜长了一张不讨喜的嘴 两天后试卷成绩出来了 我的名次终于不再是倒数第一 成绩那篮终于不再是青一色灵淡 最高兴的是班主任 我就说嘛 你这孩子 真发了力 肯定成绩不错 虽然这回你只写了作文和大题 但除了作文 别的都是满分 很好 很好 其他课的老师也都围过来夸赞我 也就是这天 我才终于知道 班主任的老公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他为我挡下了数次劝退处分 写下了无数份保证书 不过只有这次 我的成绩是有了起色的 仅仅被扣了三分的作文 被宇文老师拿去申请了优秀范文展示 上面批复得很快 试卷下发后的第三天 我就在范文展示区看到了我的作文 有种成就感是怎么回事 同学们认为我是抄袭 但老师们又都站在我这边 于是有人去教务处告了 不过没成功 因为教务处主任是班主任的妹妹 接到举报信的当天 她就告诉了班主任 监控录像显示 写举报信的人是林夏 由于是年纪第一 所以这件事没有声张 举报信也没有处理 这可把林夏气坏了 也不装了 放学的时候 带着她的小团体 就把我堵在了老破晓的巷子里 林池 你凭什么 你只写了大题 只写了作文 就被老师捧上了天 你凭什么 凭什么 好妹妹 你说凭什么呢 我从小就爱看书 作文书 散文集 小说集 我看了许许多多 所以作文写好并不是难事 爸爸偏心我就拼了命地学习 妄想她能在学习方面 对我也另眼相看一次 但没有 从来都没有 第一名的奖状 参加竞赛的奖杯 没有一个为我赢得爸爸的一点点关怀 小小的我不理解 长大的我想不通 明明是双胞胎 明明都是爸爸的女儿 明明是一样的 却又是不一样的 这次我实力暴露 林夏暴怒 她掐住我的脖子 漂亮的面容几乎扭曲 凌迟 不可能 休想抢走我的第一 隐藏实力是吧 那我今天就废掉你的手 我倒要看看 没了手 你还怎么跟我争第一 林夏疯了 她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 我想跑 可她的小跟班们将路围得水泄不通 一点空隙都没有 难不成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不行啊林池 你才18岁 你还有大好的未来 怎么可以就这么被毁掉 喂 你们在干什么 是警察 下下 快跑 是警察 警察 周围的人开始逃窜 但巷子窄 且只有前后两个出口 前面的出口 有警察往这边跑过来 他们只能往后边跑 一名警察安慰我 小妹妹 没事了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将他们抓住的 他说完就跟着往巷子里追过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 可是 是谁报的警呢 我可不认为 有警察刚好路过这老破小 刚好路过这窄小的巷子 刚好就看到他们堵着我 林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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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有点耳熟 我闻声望去 是唐舟 他跑过来 将我一把拥进怀里 大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 对不起 对不起 还好 还好你没事 还好你没事 原来是唐舟报的警 他说学校两条街外 就是派出所 他看到林池 带着一群人跟在我身后 一起进了巷子 他怕有危险 就直接跑去派出所 叫了警察过来 他说还好赶上了 还好林池 还没来得及动手 我们去派出所做了笔录 警察说 我可以走了时 林建中急匆匆赶来了 他踏入派出所后 第一时间给了我一耳光 身边的少年将我拉开 把我护在身后 叔叔 你怎么能打人呢 你是什么人 我教训我的女儿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少年说 我叫唐舟 是林池的同班同学 唐舟 你就是唐董市长的孙子吧 林建中的态度 突然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转得人猝不及防 他点头哈腰的 将拉着我的唐舟 送出派出所 而唐舟将我送回了老破小 看着我安全地进了屋门 他才转身离开 我的脸上 被林建中打过的地方 火辣辣的疼 但想到将我拥在怀里 护在身后的少年 心里却有种异样的温暖 第二天 林夏和他的小跟班们 一个都不缺地出现在教室里 虽然林建中对唐舟谄媚 但送走了唐舟 他的女儿还是他的心头宝 怎么会舍得让他受委屈 或许是林建中 对林夏说了些什么 他竟然带着他的小团体 来向我道歉 一个个低着头 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不过也不用看 肯定都不服气 我没接受他们的道歉 只是告诉林夏 还有两次模拟考 别着急 林夏慌了 通过这次模拟考 他知道我并不像 他所想的那样 我没有为了隐藏实力 而荒废学业 我还是和从前一样 甚至比从前还要厉害 当然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他年纪第一的成绩 没有一次是自己考的 很离谱 但事实如此 当年他拿下年纪第一的时候 我是很震惊的 我知道他的中考分数 比我们学校的分数线 只高了不到20分 学了三年都才这个分数 怎么可能上了高中 就立刻成为年纪第一 难道上了高中 换了个脑子 在我18周岁生日这天 来了两个我意想不到的人 一个是唐周 另一个是律师 唐周是不请自来 给我办成人礼的 而律师 他是带着我妈妈的遗嘱 和股权转让协议来的 我记得爸爸曾经说过 他们公司有一个很神秘的股东 占股高达17% 这个股东从来没露过面 每次都是助理代为出席 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那个神秘股东 就是我妈委托的持股人 遗嘱注明 这17%的股份 将平等分成两份 分别在我和林夏成年之后 转让给我们 17% 10年的分成高达8个亿 这也将分成两份 汇入我和林夏的账户 妈妈永远都是公平的 不偏不倚 律师走后 我大哭了一场 哭尽了这10年的委屈 唐周在一旁不知所措 安静地坐在我身边 等我哭完 他告诉我一个很恶心的事实 律师在我成年这天找到了我 当然也会找到林夏 当他们父女俩知道这件事后 必然会想尽办法 让我交出手里的股份 所以我要小心 非常小心 如唐周所说 林建中先是派人来跟我谈判 之前10年的分红 他一分都不要 只要股份 开出的价钱一次比一次高 眼看着就要上亿了 林建中却突然改变了策略 来攻陷我的人 换成了林夏 他亲密地挽着我的手臂 仿佛我们是一对关系很好的姐妹 姐姐 你不知道 爸爸的公司最近出了点问题 他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 如果姐姐愿意把股权让出来 爸爸一定会记着你的好 说不定还会把姐姐接回家住呢 我手上有上市公司8.5%的股份 预计每年大约4000万的分红 只要公司不倒闭 我一辈子不工作都会活得潇洒 为什么需要让林建中记得我的好 4个亿 我大可以买一栋豪华别墅 请上十几个佣人 十几个保镖 为什么要回林建中那个小别墅 继续住在小小的保姆间 我又不是傻子 好妹妹 你这么替爸爸着想 那你的股份呢 已经转让给爸爸了吗 还有你那4个亿 公司出了事 你是未来的继承人 应该以身作则才对 林夏脸上的笑容僵了 姐姐 如果你的那份都救不了公司的话 我的这份估计也悬 妹妹 不如你跑路吧 等高考结束 我就去注册公司 到时候请你来当总裁 给你10%的股份 你觉得怎么样 林池 你不要不知好歹 林夏松开我的手 瞬间如同一只 炸了毛的小狗 要你的股份 是看得起你 如果没有股份 你不过就是一个废物 学习好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赶出去 我的妹妹 好像还不清楚 这些话的杀伤力为零 对我没有丝毫伤害 她输出她的 听得我都困了 林夏 你还不闭嘴吗 啊 救星来了 唐舟从林夏身后走过来 一边走一边掏了掏耳朵 她对这些话的烦躁程度实在是太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林夏一看唐舟来了 眼泪滑得一下就流出来了 大喊一声 你们欺负我 然后抹着眼泪就跑了 搞得我们一头雾水 你还好吗 没事啊 今天跑到我面前 唱了一出不太成功的苦肉记 太拙劣了 好吧 她没伤害你就好 我饿了 咱们去吃煎饼果子吧 刘阿姨做的煎饼果子 特别好吃 在和林建中的周旋中 第三次模拟考来了 这次我写了试卷二分之一的正确答案 我在全年级的排名又往上爬了点 认为我抄袭的声音越来越多 但我不在乎 老师不在乎 班主任更不在乎 而且班主任和老师们力保我 不管他们是闹到教务处 还是校长室 通通被班主任这个关系户给拦了下来 接下来小半个月 林建中那边没有再搞什么小动作 安静如期 但我万万没想到 他为了这8.5%的股份 竟然动了这样的心思 如往常的每一天放学回家一样 我还是走了那条必须经过的小巷 巷口停了一辆外地车牌的面包车 但我没在意 这个老小区虽然算得上学区房 不过里面住的大都是些老人 没有住人的房才被租出去 老人的孩子外出打工 偶尔会回来看一下 所以外地车牌并不少见 经过面包车时 我咬了一大口煎饼果子 面包车门后突然打开 里面下来一个鸡肉男 手里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来 我察觉不对想跑 却已经来不及了 我被男人迷晕 带上了车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 身处一片黑暗 周围空无一人 我被绑架了 但我不好期诸使人是谁 我平时与人无仇无怨的 谁会想绑架我呢 除了一心想要股份的零件中 还能有谁 哎 可怜我花了二十来块钱 买的豪华版煎饼果子 还没吃一半呢 哒哒哒 高跟鞋与地面摩擦的声音 如鬼啸一般 传进我的耳朵里 应该是林夏来了 我听见房门被打开的声音 高跟鞋哒哒踩了进来 咔哒一声 灯的开关被打开 我重获光明 来的人果然是林夏 这间屋子除了我和林夏 以及头顶的一盏灯外 在无他物 嗨 我的姐姐 今天又见面了 我抬头看着她 不慌不忙 是啊妹妹 又见面了 这几个小时过得还好吗 当然好了 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应该怎么折磨你 心情十分兴奋 你呢姐姐 你还好吗 我点头 然后又摇头 不太好 煎饼果子没吃完 饿了 哎 姐姐呀 你手里有那么多钱 就只吃几块钱的垃圾吗 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 什么什么什么 她竟然说煎饼果子是垃圾 不可饶恕 还有我花了二十三块好不好 几块钱买一张饼 就只能加点辣条 加点生菜 根本不够我吃 林夏 你先给我松绑 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松绑 好啊 姐姐 你稍等啊 林夏从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 对着我的脸笔画 林池 我挺喜欢你的名字的 林池 林池 你觉得 我要是把你林池了 是不是会很爽 她压的 这姑娘是疯了吧 杀人犯法的呀 还有 正经人谁出门随身携带刀具呀 说实话我有点慌了 这不像上次在外面 能被唐舟看到并报警 男人迷惘我的时候 四周可一个目击者都没有 而且现在还在室内 屋里就我跟林夏两个人 我还被捆住手脚 没法挣脱 怎么了呢 难道命中注定 我有林夏这一劫吗 林夏 我看着她手里的水果刀强装镇定 我挺好奇 明明我们是双胞胎 本应该是最好的姐妹 为什么你这么厌恶我 为什么 让我想想 冰凉的刀刃贴在我的脸上 我怂了 想起小时候 她拿剪刀划伤我那件事 我知道林夏是真的敢动刀的 大概是因为 小时候你每次拿一百分回家 都会得到妈妈特别的奖励 而我得到的是 爸爸给的 且不如你的 大概是因为 妈妈带着你出去 参加宴会 认识许多名流 并在生日当天 送来无数价值连城的礼物 大概是因为你过人的天赋 使得你每次考试 都能拿到出乎意料的高分 永远独占着第一名的宝座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上了高中之后 你就开始考零分 但是我很满意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妄想在高考的时候翻身 哦对 还有妈妈的遗产 这个女人隐藏的还是挺深的 她跟爸爸结婚九年 整整隐藏了九年 则 该怎么说 是因为她不爱爸爸吗 九年啊 百分之十七的股份 林建中也是蠢 与那个女人同床共枕九年 竟然都没有发现 简直是太蠢了 林迟 妈妈那么喜欢你 你应该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吧 不 我不知道 小时候妈妈说 谁能在考试中得到一百分 就能得到一个神秘的奖励 我想要 所以我极其努力 但林夏不是这样想的 她觉得 不管她的考试成绩如何 妈妈都会给她奖励 于是她玩得更欢了 考试结束后 我拿到了奖励 而她没拿到 她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试图让妈妈 将属于我的奖励给她 妈妈训斥了她 然后爸爸来了 她先指责妈妈不公平 应该人手一个 再训斥我不懂事 不知道让着妹妹 爸爸心疼地将妹妹 抱在怀里出了门 想要给妹妹买一个一样的 回来的时候 却抱着一个 和我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娃娃 原因是我的那个是限量款 需要预定 现在根本买不到了 我听到爸爸跟妈妈大吵了一架 似乎还打起来了 不过没持续多久 声音就停止了 再后来 我就只听到妈妈的哭泣声 其实那个娃娃 妈妈一共预定了两个 她说她没想到 妹妹竟然一点都不努力 一点都不把学习放在心上 她想 这才是第一次 下一次 妹妹肯定就会努力的 下一次 她就把那个娃娃给妹妹 事与愿违 有了爸爸这座靠山 妹妹更不愿意学习 妈妈说过她几次 可妹妹总是将爸爸搬出来 妈妈失望极了 宴会那次 妈妈只带了我一个 没有带妹妹 是因为妹妹发了高烧 原本妈妈是想留在家里照顾妹妹的 但参加宴会 怎么能没有女伴呢 没有女伴对我爸爸来说 等同于没有面子 于是爸爸叫了家庭医生 带着妈妈和我参加了宴会 见了很多很厉害的人 天赋这个说辞 我并不认可 在林夏跟着一群人 在外面看山看水的时候 我在学习 他们花着大额钞票 寻找一时刺激的时候 我在刷题 怎么能只用天赋这两个字 就抹杀我所有的努力呢 就在我跟林夏周旋的时候 屋外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 林夏说是林建中带着人来了 但我觉得不是 林池 屋门被粗暴地打开 是唐周 他看都没看林夏一眼 直奔我而来 看吧 我就说不是林建中 小池 你没事吧 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我摇头 林夏是想对我怎么样来着 但还没来得及 怎么是你 林建中呢 来的人应该是林建中才对 林夏不敢相信 明明是天衣无缝的计划才对 来的人怎么会是唐周呢 他跑出门去看 却看见了更令他崩溃的人 王梅 不只是林夏 我也震惊了 王梅怎么会在这儿 唐周一边为我松绑 一边解释 王梅偷听到林夏打电话 知道他们父女今天下午放学 会对你动手 于是就跑来找我 我们已经控制住了林建中 并报了警 他们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你别怕 怕吗 是有点怕 你这个贱人 你竟敢背叛我 你去死 去死 我听见声音赶出去的时候 就看见林夏将王梅猛地扑倒 握着水果刀 发了风一般的朝王梅捅去 我心下一紧 静止冲上前 握住了林夏手中的刀 鲜血从我手中留下 滴在王梅捷白的衬衫上 我看到走廊里有人跑了过来 是警察 太好了 警局里 林建中找了律师 让我写一份谅解书 说明这起绑架案 只是一场亲姐妹之间的闹剧 只是一点小争执 还要我自愿让出手里的股份 以及这十年的分红 用来安慰林夏受伤的心 怎么可能呢 林建中是昨晚做了美梦 以至于大白天都还沉浸其中吗 他和林夏都被判了刑 但林夏更重一点 他还有一个持刀故意伤人 等从牢里出来 大概得三十多了吧 至于林建中的家产 自然就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 林池 年仅十八岁 就做庸术益资产 很爽 真的 特别爽 最后一次模拟考 我发挥了自己的全部实力 以743分的高分稳坐年级第一 班主任哭了 是真的 哭得眼泪鼻涕横流 他说他果然没有看错人 他说 我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但只有我知道 这两个字的背后 我付出了多少努力 我手上的伤还没好全 高考日期已经近在咫尺 但是区区小伤 难道还能影响我高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考试的时候 班上的老师 几乎是全程陪同着我 轮番送我去考点 考完还管吃管喝管送回家 生怕我再出什么意外 考完试 老师们组了个局 将班里的同学 全部聚集了起来 一顿饭吃下来 不管是学习好的 还是学习不好的 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 对此 我表示很无语 又不是再也见不到了 何至于哭成这样 实在是不喜欢这种沉重的氛围 于是我趁着班主任 不注意跑了出去 跑到阳台上看星星去了 嗯 小池 你在这干嘛呢 是王梅 自从上次我替他挡了一刀之后 这家伙对我的态度 突然转了180度 经常跟在我身后 小池长 小池短的 我在吸收月之精华 感受风的力量与速度 他朝我微微一笑 好好说话 我 里面气氛太悲伤 我出来透透气 那你呢 你在这干嘛呢 接电话 王梅扬了扬手机 我嫂子打来的 问我什么时候 带你去我家玩 什么时候都行啊 反正现在已经毕业了 有大把的时间玩 行 那到时候 咱们电话联系 我先进去了 去吧去吧 拜拜拜拜 就在我满脑子幻想 和美女姐姐贴贴的 场景的时候 又过来了一个人 打断了我的幻想 这次是唐舟 他手上拿着一只 不知道从哪里搞的 小厨局 递给了我 他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只是今夜的风格外凉爽 今夜的心格外亮 考试成绩还没出来 我家的电话 就已经被打爆了 各个名校招生半打的 窗外太阳高高挂起 我的心情也格外好 但这份好心情 不能我一个人独享 也得分享 给我亲爱的妹妹 和父亲才对 被关在牢里这么久 应该很无聊吧 我抓起手机 迫不及待地来到了监狱 看是我亲爱的妹妹 许久不见 隔着玻璃 都看得到临下的憔悴 左脸上似乎还有点伤 看来这段时间 他过得并不是特别好 你来做什么 看我笑话吗 没礼貌 应该叫姐姐 我扁了下嘴 不过没关系 毕竟我是姐姐 就原谅你吧 临下翻着白眼冷笑 临迟 以前我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能装 都现在了 还装吗 有意思吗 嗯 还行吧 好妹妹 你知道吗 我的电话被打爆了 每天都有好多招生半的 电话打进来 真的好烦啊 对了 其中还有你 最想去的清北 他们也给我打电话了 你说我应该去哪所学校 比较好呢 临迟 临下气得猛拍桌子 眼睛瞪得大大的 趴在玻璃上 似乎要将我撕碎一样 你这个贱人 那天我就应该杀了你 我就应该拿着刀子 捅进你的心脏 割下你身上的肉 卸下你的手指 敲碎你的牙齿 贱人 贱人 我坐在椅子上 气定神闲地看着他发疯 看着他被人控制 摁在桌子上 临下 赵悠悠你还记得吗 就是那个 每次考试时 你付给他钱 他远程 告诉你答案的姑娘 我当时还很好奇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既然有能考年级第一的水平 为什么要为了钱 放弃自己的前程 来帮你 于是就顺手找人查了一下 他家里确实挺需要钱的 母亲吃傻 父亲出了车祸 在医院重症监护室 还有个妹妹 才刚上小学五年级 靠着你给的钱 他给父亲交医疗费 给妹妹交学费书费 还要照顾母亲 他今年也才18岁 三年前 我是中考状元 而在我之下 名次紧挨着我的 就是赵悠悠 他和我一起 进了第一中学的校门 同年第一次期中考试 我考了零分 而赵悠悠 则是年级第一 也就是期中考完试没多久 在工地上班的赵悠悠的父亲 回家途中突然出了车祸 人没死 但一直在ICU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就得一直吊着 赵悠悠的家庭 如何能支撑ICU的高昂费用 这个时候 林夏找到了他 先是给了他20万 条件是他辍学 由林夏来提供高中三年的课本 以及考试时的试卷 他则通过设备 将试卷的正确答案告诉林夏 从而实现 林夏拿到年级第一的目的 因为钱 赵悠悠低头了 但他不知道 撞他父亲的那辆车 是林夏安排的 我记得 当年林建中因为念子 第一次对林夏发了脾气 将他狠狠骂了一顿 期末时 林夏拿了年级第一 林建中高兴极了 大手一挥 直接甩给林夏一百万 后来每次林夏再拿第一 都会得到一百万 升高三厚 就涨到了三百万 林建中更是说 如果林夏考上清北 就送他一栋别墅 这也是林夏为什么想去清北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还不是林夏这个人 太爱炫耀 应该说 太爱在我面前炫耀 当我把事情 真相告诉赵悠悠的时候 他的反应 至今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说 我不怨他 这三年 他前前后后给了我一百多万 挺多钱的 除了给我爸交钱 我手里 现在还有小十万 如果不是他 我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钱 不愿吗 那为什么眼睛里的泪水不断呢 为什么双手紧握 身体抖个不停呢 现在在我眼前的 隔着一层玻璃的林夏 他的脸上没有丝毫悔意 甚至笑得张狂 他说着和赵悠悠如出一辙的话 一百多万呢 这是他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他应该感谢我才对 林夏 他确实没有要把你怎么样的意思 但我有 在这里多待几年 我想你是不会介意的 我将搜集到的证据递交上去 林夏买凶杀人未遂 被依法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 我申请了国外的大学 还帮赵悠悠一起申请了 一所大学破格给了赵悠悠考试的机会 意料之中 他顺利通过了 至于他的家庭 我请了专人负责 赵悠悠自学三年 在照顾全家上下的同时 也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 三年的年纪第一 就是他天才大脑的证明 他才是真正的天才 我不是好心 我只是不忍心看着一个天才 就这样被生活埋没 不管赵悠悠是大学毕业 就不再上学 还是想要继续升学 我都会全力支持 当然 我不是白白帮助他 这是有条件的 条件就是 他的学业结束之后 必须入职我的公司 将我对他的支持十倍还给我 然后他才可以去其他的地方 对了 还有唐州 他也跟着我们来了国外 他是这样说的 国外很乱的 你们两个女孩子 只身在外 又没有防身的技能 没有人保护可不行 我不一样 我从小就学武术 很能打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毅然决然站出来 决定作为保镖保护你们 后来他向我求婚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情话太肤浅 但我会永远保护你 永远站在你身前 为你遮风挡雨 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 就算是我们的孩子 也不能影响你在我心中的地位 好吧 看在他大学四年和毕业后两年 都言出必行的份上 那我就答应他好了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